大家有没有因为切洋葱而流过眼泪呢 今天我们就教大家如何切洋葱不流眼泪 方法一 我们首先把洋葱拌到冷藏室里 冷藏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取隔再切 就不会流眼泪了 可是如果我们马上就要做菜 等两个小时不太切实际啊 我们办下一个方法 方法二 在气洋葱的同时旁边放一袋水 因为水可以有效地溶解气洋葱锁 推发出来的气质 像这样 这个方法既然有效 可是只能维持一会儿时间 你看我就半个洋葱都没切来 眼泪又流出来了 看来我们得用一下方法三了 方法三 在切洋葱之前首先准备一瓶水 把我们的洋葱浸泡到水里 直接在水里里去 这样气体就不会散发出来了 可是你看这一边 直接反而我的手 切洋葱 而且这个盆底我滑 切洋葱的时候非常不安全 看来这个方法也不怎么样 还是用你们既方便用筷子的方法吧 很简单 其实就是准备拍一口水 像这样 切洋葱会破坏洋葱的细胞 从而产生一种叫做酸酸酶的物质 这种物质会促使洋葱里的含流化合物 转发为气体 从而刺激我们的内线 使我们流眼泪 在我们的切洋葱的时候 嘴里含一口水 就会使我们的口腔向外扩张 从而压制我们的内线 减少泪液的分泌 同时含流化合物 也是一种极易溶于水的气体 当它见过我们的鼻腔进入口腔时 会迅速地溶解提示 也就大大降低了 它对我们内线的刺激 这也就是为什么 在西洋葱的时候含一口水 就不会流眼泪的秘密了